人要修 它有三个主要路线 我说修你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修行 修你自己的心 如果你要成长 培养你的内在 你有三个主要的路线 第一个路线 就是探索内在 打开你内在的深度 看到内在的范围 多么大 多么广泛 探索你的意识 你的潜意识 你的无意识 然后看到 你内在 有哪一些地方是卡住的 哪一些地方 是有意体在 问题在 障碍在 不舒服在 不舒服在 负荷在 自愿在 然后 一个一个处理 愿意走进去我们的无意识 打开全部的范围 看到的问题 愿意处理 认真 认真 仔细的 用心的 一个问题解决 一个问题 解决 一个问题 变成越来越空 越来越轻 越来越没有烦恼 然后从一个很沉重的一个状态 变成一个很轻 很透明 很干净的状态 这个就是第一个路线 那第二个路线 就是 也许你有走上道路 也许你有决定 要处理内在的问题 也许你没有 但如果你有 你有可能 在这个道路上 在前面 或是在中间 或是在后面 你有可能是 慢慢的痛苦 慢慢的议题 慢慢的障碍 慢慢的痛 可是不管你在什么状态 第二个路线就是 你在用一个平静的状态 在对待 这个所有的过程 你在用一个自由的状态 在对待你所有的问题 你没有在等 所有的问题解决 你才有办法可以放轻松 你没有在等待 所有的问题被解决 你才有办法可以 自由自在快乐 所以第一条路 就是 你就是像一个房子 看到这个房子 有很多不同的屋子 然后它有一些脏的地方 乱的地方 没有整理的地方 不整齐的地方 有可能破坏的地方 然后第一个道路就是 看到 清楚的看到 然后决定 清理这个屋子 清理这个房子 所有的空间 坏掉的东西 就收拾 脏的东西 就清理 不整齐的东西 就变整齐 第二个路线就是 在那个道路上 在那个清理过程 或是在那个休息过程 或是这个 还没有决定 要清理的过程 你在用一个很平静的状态 在对待你的房子 这是第二个路线 明白吗 所以不管你的生命 在发生什么 在外在 多么复杂 你有多少生命的问题 要面对 多少关系的复杂 或是多少 情绪的起伏 你在用一个平静的状态 平静的方式 来体验你的悲伤 体验你的不舒服 体验你的负能量 所以第二个就是 你与一切的关联 是什么 你在培养出来 这个平静 自由自在状态 Yes 这个就是第二个路线 如果你 你只有在清理你的房子 可是你没有在培养出来 一个平静的状态 在那个清理当中 那就你的心就很急 你一直在等待 那个最后的目的地点 来享受 所以变成 你没有在圆满 每一秒每一刻 你一直在一个等待状态 然后再修 我们就是在决定 完全活在当下 然后圆满 每一秒每一刻 所以 有一可是没有二 是不够的 OK 那如果你只有在用一个 很平静的状态 对待你所有生命的问题 可是你没有真正在处理 你生命的问题 你的生命就是一团乱 你的心里也是一团乱 可是你就是 很安静地 在看它们观察 可是你没有在做 任何处理动作 那个意思是什么 那个意思就是 你就是要很努力 保持一个平静状态 因为你的世界 在毁灭掉 可是 在那个毁灭当中 你要保持平静 可是如果你处理问题 其实你就在创造 一个非常美丽的世界 你的世界就变成 像一个花园 然后在那个花园中 再保持一个平静的状态 就是很容易 就不会费什么力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所以 有二可是没有一 也是不够 所以我们的重点就是 两个路线都要走 那 第一个路线 第二个路线 其实 它们只会带给你 一个 层次 的平静 一个层次 的自由 它没办法带给你 绝对的平静 绝对的自由 你要打开 那样子的品质 你就是需要 真正走上 灵性道路 而不是只有 从苦走出来的 这个道路 从痛走出来 从问题走出来的 这个道路 你要真正 培养出来 你的灵性的自我 除非 你的灵性的自我 有唤醒 除非你的灵魂 有唤醒 你的灵性自我 有唤醒 你的神性自我 有唤醒 你没办法体验 什么是绝对的自由 绝对的平安 因为这个绝对性 的状态 不是属于 这个人间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人间 就是一个 现 一个现象的领域 一个一直在 变动的领域 它就是一直在 起伏当中 一直在变 那在一个 一直在变的 一个领域里面 一切一直在动 可是当你要进去 一个完全平静的状态 一切都是要停下 所以绝对的平静 是当一切 没有在动了 然后只有在那个空里面 没有东西在动 就是 你的纯粹本性 就是空的 它没有故事 它没有情绪 它没有思想 它没有内容 它是空的 它本身就是 纯粹的 真正的你 就是纯粹的意思 纯粹的 存在 纯粹的爱 纯粹的神 那是你真正的本质 它没有内容 它不是一个现象 一个现象就是 来来去去的 你的人性层面 就是来来去去的 你的身体会来 会走 你的思想会来 会走 你的情绪会来 会走 你的故事 所有的故事 会来会走 你扮演的角色 会来会走 可是 不会来 不会走的 就是你的纯粹本性 然后在那个世界 灵性世界 没有变动的世界 空的世界 在那里 你就可以 进入一个 绝对的平安状态 一个绝对的自由状态 第三个路线 就是 第一个路线 清理问题 就感觉比较平静 可是没有绝对 只有比较 第二 是用一个平静状态 在清理当中 它也是比较平静 可是没有绝对 第三个路线 第三个路线 就是 所以当你要修 你就是可以记得 有这个三个路线 可是 很多人走上 灵性道路 它只要提升 它只要打开 它的神性 它的灵性 它不想要 第一 第二 因为感觉 蛮辛苦 要两日 要清理 要经历你的不舒服 要面对你的黑暗 面对你的问题 哭 就有它的 辛苦在 所以很多 很多人 不想要走一二 它就直接跳到三 它就直接 找一个道路 然后在那个道路 有可能 它就是得到 很多祝福 或是很多加持 或是它只要 repeat 重复一些正面的思想 有可能它很恨它自己 它只要一直念 我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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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够了 或是它就是 一直念咒语 希望透过咒语 可以转变它所有的问题 跟业力 后续它有 找到一个很厉害的 进行方式 它有一个方法 可以提升 它的意思 它有一个方法 打开它的光 它有一个方法 可以与它内在的神连接 它有一个方法 活在光中 然后不面对 它任何其他的部分 我们的内在范围非常大 非常广泛 你可以想象 你是站在一个房间的中间 然后你有你的光明的部分 你有你的黑暗的部分 你有你的美丽的部分 你有你的丑陋的部分 那你可以 如果你想要走向你的光明的部分 关在那个角落 然后忽略 然后忽略 所有其他的空间 你可以 你有可能有个大房子 你有可能决定 只有住在一个小屋子里 它是满满的花 满满的光 可是其他的屋子 都是脏跟软的 可是你可以决定 就是只有活在那里 然后忽略其他的部分 你也可以决定 放弃这个房子 因为处理不了太多了 然后决定 离开这个房子 只有住在外面的花园 因为花园很美 真的有好多光线 有好多花 有鸟声 大蓝天 太阳 什么都有 新鲜的空气 然后不要想 你放弃这个房子 虽然你做 决定活在那个花园里面 那个不代表 你的房子不是 混乱的 破掉的 有出问题的 你只是没有理它 Yes 是像 有可能 在家 你所有的 家庭的关系 都是很破 就是 破掉的 有出问题的 可是你就决定 哇 我受不了 不知道怎么处理 好 我去Vacation 我去Hawaii 我去Hawaii 然后就是看 就是去游远 然后就是去 就是吃好 跟喝好 跟 就是享受 那你可以 那你可以去 提早超越 它还没有 进入一个真正平静状态 它已经决定 它要超越了 那这个 有一个名字 这个就是灵性的逃避 你没有处理你的问题 可是你在追那个光 那个白 So 你要你的成长 变成全面性的 你就要知道 那个内在地图 是广泛的 然后 有不同的方向 都要守 所以在今天的过程 神圣恩典的祝福 它是一个 很光明的一个活动 你会遇见 你内在的光 你会遇见 你内在的神 你也会被启动 你的快乐会上来 你有可能得到 一个加持 或是一个祝福 就是 增加你的资源 内在的资源 那个很棒 可是 这个道路的重点 就是 你要好 你就是要收 你要真正好 你就是要收心 然后 不同的夜晚 不同的活动 像 安典的祝福 能量的祝福 不同的加持 或是大能量的一个 场地 能量场 是在协助你 在帮助你 在打开 一个 在打开一个可能性 在让你看到 原来 原来 这么美的东西 是存在的 它在打开你的希望 它在让你看到 未来的一个可能性 它也是一个鼓励 但是重点就是 你要你的生命好 你就是要决定收 你就是要看到 你是在生命中 被哪一些部分 被哪一些部分绑住 控制 看到 一般的人在活出来 一个非常自我性的 一个生命 被头脑绑住 被思想绑住 被情绪绑住 被故事绑住 从早到晚 只有在想自己 你的生命 就是完全是自我 你没办法脱离 你的故事 你没办法休息 你就是一直在想自己 想自己 想自己 然后你一直在 追或是逃 你就是在 恐惧跟欲望之中 在跑 希望再把 这些要过来 我就可以填满我的空虚 然后逃开那些 因为它让我不舒服 可是真正修行的人 他不懂 他不是往外在追 或是往外在逃 他是定在他内在 他愿意让生命发生 然后他愿意体验 一切的发生 然后透过每一个发生 净化他自己 提醒他自己 不舒服来临 他不会逃 他会看 他会经历 他会穿越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